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国学心旅,今天分享的是人心软或欢生,对这几类人,太心软只会害了你,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,心软不是病,但软起来会要了人的命,所谓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一个人太过于心善就会被人欺负, 一匹马太过于懦弱,就会被人驯服,在这个充满争斗的江湖中,要想保护自己,或者有所成就,就只能磨练自己的心性,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硬起来,心软跟心狠差别很大,前者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被人当成冤大头,被人轻易拿捏,后者无论去到哪里,都能混出一片天地, 再不济也能明哲保身,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好心去考验人性,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,就跟无法直视太阳一样,我们也无法直视人性,那些害过你的人,未来会继续害你, 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说,算计一个人,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,如果他从来没有害过你,那他未来有可能不会害你,如果他以前害过你,那他未来很有可能会继续算计你,人要么不害人,一害人就会做绝, 对于那些害你的人,你可能对他们恨之入骨,可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劝你,宽容他们,原谅他们,退一步海阔天空,这种劝人宽容的行为,郭德纲如此评价,不明任何情况,就叫你一定要大度的人,这种人,你得离他远一点,雷劈他都会连累到你, 有些人,那是不值得宽恕的,也是不值得原谅的,不是说我们要永远记住仇恨,而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,别人有可能使苦肉计来骗你, 害你的人,未来依旧会害你,唯有做好防备,才能保全自身,恩将仇报的人,不值得放在心上,人,到底需要感恩谁呢? 首先,要感恩父母,其次,要感恩天地,第三,要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,第四,要感恩万物众生,你帮助了某个人,没想到他竟然翻脸不认人,根本没有任何感恩的想法, 就证明这个人是白眼狼,你再怎么付出,也还是不会有收获,对别人付出,那不是盲目的,而需要有目标,对于不懂得感恩的人,要淡漠,而对于心怀感恩的人,要珍惜,在这个年头,感恩少见,背叛多发,不要对白眼狼,有太多的期待。 博景点终究是好事 在《农夫与蛇》的故事中,善良的农夫看到毒蛇冻江在了冰天雪地当中,为了救毒蛇一命,农夫选择将毒蛇放入怀中,不久后,毒蛇感受到了温暖,就苏醒了,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恩将仇报,将善良的农夫咬死,农夫也很可怜,自己的善心,竟然害死了自己。 在现实生活中,一部分人活成了农夫的样子,还有一部分人活成了毒蛇的模样,后者专门找前者下手,前者也成为了倒霉蛋。 我们都知道,奔将仇报的人,不值得往来。 为什么做不到狠心断绝关系呢? 因为我们的心太软,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幻想别人是好人,幻想别人能够洗心革面,幻想别人真心待你好,殊不知,这些幻想成为现实的几率,比太阳从西边升起的概率还要低。 人,可以善良,但一定要有原则,不该救的人,不要救,不该往来的人,不要往来,对于恩将仇报的人,你不心狠,别人就会对你心狠。 道德绑架你的人,都不怀好意。 在人情社会,道德绑架的情况随处可见,无论你做什么,都肯定有人在你身边指指点点。 打感情牌,或者说大道理,来绑架你。 比如说借钱,亲戚看到你开了公司,赚了不少钱,那他们就会找上门,跟你说,希望你能教他赚钱,或者借钱帮助他。 如果你露出不情愿的神情,他们就会打出亲情牌,说一场亲戚,留着相同的泄脉,肯定需要相互帮助,说了一大堆,那你就被他们套住了。 被道德绑架的你,也许会借钱给别人,然后收不回来,也许会被人利用,不仅钱财没了,还当了冤大头,损失严重。 反正,所有的道德绑架,都不是善意的,而是有问题的。 他人对你真正的善意,并不是道德绑架你,而是尊重你的选择。 人啊,可以对尊重我们的人心善,但一定不能对道德绑架我们的人心软。 不希望你过得好的人,都内心扭曲。 有些陌生人,跟你毫无关系,所以你过得如何,别人不在乎,那跟他们往来,就能在商言商,或者平等相处。 有些亲朋好友,跟你有一定的关系,所以他们会经常找你对比,在对比中赢了你,他们会欣喜若狂,而在对比中输给你,他们会不希望你过得好。 这种见不得人好的心态。 其实特别扭曲,你过得如何,跟他们又没有关系,为什么他们非要揪着你不放呢?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,人性当中存在究竟攀比的特点,还未攀比,大家还能逢场作戏,自在相处。 一旦攀比,别说谈感情了,不闹矛盾就不错了。 有这么一句话,别人可能希望你过得好,但一定不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。 不要对落井下石的人太好。 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,不要期待别人雪中送叹,只要别人不落井下石,就说明他很有善心了。 比如,你陷入到困境当中。 有些人没有理会你,转身就离去了。 而有些人还踩你几脚,怕你不够狼狈。 前者和后者,谁是善人呢? 对比来说,绝对是前者。 这落井下石的人,都是些什么人呢? 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,都是前者,不会理会我们遇到了什么事。 反而身边人是后者,会落井下石。 身边人跟你的关系不错,知道你的秘密和弱点。 当你落败的时候,他们会抱着多彩几脚的心态,来到你的身边伤害你。 当然,不少人都好了伤疤忘了疼,被别人欺负了,还对别人特别好。 这种人,多半是天真的老实人,也难怪被人伤害。 人到五十,别太老实了,该心狠的时候要心狠,该报仇的时候要报仇,毫无底线,不是善良,而是懦弱。 对辜负我们的人博情,网络上有这么一个热词,名为舔狗。 什么是舔狗呢? 就是说,一个人盲目对别人好,也不管别人有什么态度,让自己卑微到极致,就跟被人圈养的宠物一般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舔狗,那是没有好下场的,不论是爱情的舔狗,还是感情的舔狗,舔一次,人格就少一点。 到最后,也许就失去骨气了。 跟他人往来,只需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好,只付出一次,如果对方领情了,那还能交往,如果对方不领情,那就别再往来了。 朋友,多一个不多,少一个不少,更何况,人过五十,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朋友,而不是低质量的陌生人。 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勾取乃是永恒不变的真相,所以说,少点期待,才能少点伤害。 从古至今,人性都是复杂的,人性之恶也是无法改变的,既然如此,做个狠心的人,少心软,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